紧急拉起封锁线 就怕有住户误传火灾现场 好几名打火弟兄全副武装 不骑水线洒水灌旧 桃源这一处民宅四楼 突然窜出火蛇 烟烧整层公寓 附近住户全都吓坏 他们有听到说 有一声爆炸声 他们还马上去报警 然后他乘乘 消防车这些才开始赶安过来 就开始疏散 开始救火 警校接获通报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支援 不过由于起火民宅 藏身于狭窄巷弄内 巷内的车辆更严重阻碍 酒才进度 这起夺民意外发生在桃源市 桃源吹龙兽街已出民宅 8号晚间7点多传出火警 警校人员后报道场赶紧进行救援 发现起火点就位在曾祖母的房间 现场还发现一只打火鸡 其中85岁的曾祖母 遗体严重碳化 明显死亡 57岁的外婆 宋医后仍然毁天法术 至于同住的8岁孙子 目前仍在抢救当中 虽然起火面积只有5平方公尺 不过却酿成两死悲剧 一家四口就此天人永隔 后续火雕科人员 也要进一步厘清死亡火警的真相 金星文杨仲强 黄其阳采访报道